来放政府国家行动方案的各位伙伴 大家午安 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四堂课 这是我们现在现场连线 有两位伙伴在现场 即将跟我们的语谈 那我们从上午的这个概念建立 然后以及国家愿景 到我们前一堂课 很多的伙伴都在讲到 如何公司协力 以及我们在地的案例有哪些 所以我们的议程 特别邀请到我们经济部水利署的 广队副总工程师 来广队副总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 大家好 好 以及我们这个LAS开源 公益环境改测网络的 许武龙创办人 我们都叫他哈爸 哈喽 非常开心邀请到我们的广队副总 以及哈爸来跟我们分享 透过民间的参与 来看待政府开放资料 和资料开放与开放资料的差异 那特别是说我们这个水利署 跟LAS社群的公司协力 是非常成功的案例 那过去不论你有没有听过 那其实透过水利署职员 以及公务员的角度 分享在这个协力过程中 建立互信的机制 而且逐步开放政府的资料 那这样子在民间加持的应用下 发挥更大的这个效果 那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请两位精彩的分享人 来进行我们下午的这个与会座谈 好各位线上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那我是经济部水利署张广志 你们可以叫我广志就可以了 那我今天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个 就是我们跟LAS社群 来怎么样去做公司协力的经验分享 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很简单 因为我们刚刚主持人也特别提到 所谓的资料开放跟开放资料 其实这两个不是名词的对调而已 其实站在我们的立场 我们就发现 水利署过去有很多资料 我们都是开放的 可是真的开放 我们就往往就有很多回馈 所谓的回馈就是说 第一个 我们认为这个好资料 结果很少人去用 第二个 我们认为好的资料 结果人家去用了以后告诉我说 你们的资料有问题 有哪个地方缺了 有哪个怎么样 所以这件事情一直让我们很苦恼 那水利署其实我们管的是 全台湾所有跟水有关的 从河川水库到各式各样的资讯 其实都跟水有息息相关 那这些相关的资料 非常非常的多 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些资料 能够真正的做到开放资料 所以我们很荣幸 有这个机会 就是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 有一个民生公共物联网 那透过民生公共物联网的一个研讨会 我就认识了徐武龙 也就是LARS的创办人 因为那时候LARS的社群里面 有刻一个水盒子 那这个水盒子呢 就找了河川 去看我们的河川水平里面的温度 酸减PH还有导电度 也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跟LARS这地方 有了一个初步的一个接触 那接触完之后 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 一般来说政府部门 因为他每天要服务 每天他的业务都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也不知道说 到底民间的团体 对于我们的资料 你到底是哪些资料 你认为是好 哪些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非常有幸 有这机会去跟徐武龙 就是他爸有联系 联系了后呢 我们在109年的6月3号 好像是6月3号 我们就开始第一次接触 我们真的是启动了我们的合作 那这个合作其实有四大 四大的一个面向 第一个 我们的合作的目的 我们是希望说 我们水利署我们做的事情 能够让一般的社会大众 能够有感 那为什么 因为他爸他是在新竹 新竹其实有一条西叫做头前溪 头前溪其实那地方很多的高科技 科技新贵都住在那地方 可是头前溪有一件事情 就是说那边的妈妈们 他非常关心他们的净水 他们希望能够喝好水 可是他们觉得说 他们的好水是给科技去喝了 然后他喝的水是河川的水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们 透过科学数据的部分 让他们对我们的施政 能够有个了解 那第二个就是工部门跟师部门 师的部分 其实欠缺一些连结 虽然有一些NPO NGO 大家在一起 可是往往我们欠缺一个客观 合理的一个数据 彼此之间是不带情绪性的 去做一个交流 所以这个是第二个 想要跟各位分享 第三个 其实公司协力的参与 我们希望这些数据 能够有个回馈 能够互相有一个直接的互动 而且最重要的是 讲的东西 大家要说话算话 讲完一定要去追踪 然后去看到实际上的产出跟成果 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跟哈巴斯的地方 我们建立一个Mindstone 从去年的6月12号 我们筹组合作 到目前为止 还是在持续的进行 每个阶段 我们每次开会 其实都有一个主题 而这个主题 一而绝 绝而行 绝而行之后 我们还要去追踪实际的成果 这个实际的成果 就在下车会议里面 会直接的 会去拿出来 直接去面对面 大家一起来去互动 那这边到目前为止 是开了好多次会 那后来是因为COVID-19 5月8号 还有我们现在目前暂时停止 不过这中间 我们还是发现 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 公司协力的机制推动以后 不管是 这个天下杂志也好 还是最近的远见杂志也好 还有很多 很多关心 这个环境的好朋友 透过这样的一个组织 比如说维基百科 还有大和小 大和小川等等 这些的团体 也都自动自发的 愿意跟我们一起 进一步的合作 那当然最重要的是 透过这样的合作 我们跟水族保持机 也因为这个样子 而有了进一步的连结 那除了做这些事情 做这个资料开放 或者是开放资料 其实第一个最重要 就是要做清查 水利署我们号称 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料 有GIS的资料 有数字资料 各式各样资料 那我们也有做了 也有一个入口网站 那这些资料我们OK 我们就请LAS 就是哈巴这个地方 请帮我们看一下 我们所有的开放资料 你跑一下看看 到底好不好 好不好用 好不好看 真的能不能抓到东西 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提供给他 他就帮我们去做了个清查 那第一次清查完之后 我们很shock 因为很多资料 其实是过时的 其实是不能用的 那也非常谢谢 经过这个方式以后 我们去做了一个整合 整合完之后呢 我们现在这个开放资料的盘点 我们把我们水利署的相关的水利资料 我们去做 透过整合云的方式 我们建立一个水利资料整合云的平台 让这些资料能够真正的去提供给 大家去做一个参考去使用 那当然这里面 其实光是这个开放平台里面的目录 那怎么样去呈现 其实见仁见智 那我们的想法是这样子 这些资料不是给我们水利专业人去使用 但有一部分是专业人员 那另外一部分我们希望就是 透过民间的社团 像LAS这个地方 让这些数料 数据能够结合其他领域的数据 比如说环境的数据 比如说地震的数据 比如说其他的数据 我们希望这个数据啊 整合出来之后 才能够去做进一步的资料的价值跟应用 好那这个开放资料 这一块呢就是 HABOT这个地方 它有他们的LAS成员里面 其实有一个为家 他们其实你们那个叫什么 三合事件部 三合事件部 三合事件部是在民生公共物联网里面 得奖第二名的第二届吧 那个第二名的一个产出 那这产出非常有趣啊 它是每一天 它都可以记录我们的河川水位 水库的蓄水变化 还有有没有降雨 还有它可以连接空瓶 那这个透过这样的一个 三合事件部平台之后 它把工部门所有的资料每一天 它就直接的去做一个整合输出 所以从三合事件部里面就可以看到 从它的每一天它有分早上跟下午啊 透过那个颜色你就知道说白天是下雨 还是晚上是下雨 那这样子我们有一连串的一个 透过时序性的一个资料 透过时序性的资料 我们对于我们周边的环境 透过图像你就有感受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 也因为这个样子 接下来就连带的影响了 我们现在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台湾水库的一个呈现展示 也是在那之后 这个如雨后春水般一直不断的出来 那另外一个 其实台湾的河川非常非常的多样性 那我们看最近 最近你可以看 美国最近这几天美国加州 不美国纽约市突然之间大淹水 对不对 都市洪流出来了 那再早一点是郑州的大淹水 然后再更早一点是西欧 欧洲那地方大淹水 可是你去看哦 在媒体上面你去看 它们的降雨量是多少 几百毫米 其实台湾一小时降雨超过两百毫米的 其实非常多 经常 像我们今年的话 夏天在这个台湾大学 有测到一小时降雨超过两百毫米的 所以我们对那个短延时强降雨 其实我们经常发生 那这样经常发生 我们对于灾害 不管是预警 还是灾害的防治等等 其实我们有建立很好的一些资讯 也有很好的体系 只是这些体系 过去我们的reboot 和川的集训 我们和川的这个编码 没有跟国际接轨 所以国外的人想要了解台湾和川的特性 要去做比较的时候 他就欠缺一个国际码 来去做衔接 所以在这一次 在Lars他们这边的合作里面 我们把我们的和川 我们就是这次是以 头前膝为案例 我们去做了一个reboot 那个reboot 这样连结 这个连结之后呢 那自然而然的 我们台湾和川的特性 跟国外的和川 你就可以从中间搜寻到 大概流域面积或怎么样波度等等 相似的和川 直接做比对 所以这一次透过这个方式 那我知道现在英国就有学生 对我们头前膝 因为这个样子而产生了高度的兴趣 那除了这之外 那我们也参加了我们这边的Open Data Day 相关的一些活动 那最近最重要的是 Lars跟我们合作之后 那台湾大学的那个汪立本教授 跟英国也因为这个样子接轨了 接轨之后 把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河川的开放资料 相关的活动 就跟英国那地方也做一些连结 那这个连结还是 现在目前还是一个现在进行式 那我相信也因为这样的连结 让台湾 我们能够真正的 让台湾的治水经验 还有河川管理经验 受水资源的管理的部分 我们可以让大家 让全世界能够有进一步的认识 那现在我们在做一件事情 从过去到现在 从去年6月6号到现在为止 经过每次开会 一而绝绝而行 我们慢慢慢慢的 参与的对象也越来越多之后 我们接下来给我们自己的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一起来搞一个 头前溪的协力专案吧 那头前溪啊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一条河川 它上面有一个上皮溪跟游罗溪 那那个地方的风景都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它最重要的是高科技的一个重镇 新竹县市 那它那边有一些存在 潜在的过去一些 大家共同关心的公众议题 那更重要的就是新竹市 最近它要推一个 台湾第一个 就是公民的公投 就是谈头前溪的这个水资水量保护 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 透过这个案例 我们可以把环保署 农委会的资料 还有水利署的资料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协力专案 把所有的资料整合起来 整合完之后呢 透过GIS的方式 我们就图层 来去做一个呈现 应该可以找到很多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发生 所以透过这个方式 我们在5月11号也在水情中心 来跟这个大家一起开会 那这一天呢 我们也是我们的水利署 我们的赖建信署长 因为那天正好天下杂志 也来去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专访 那透过这专访 那后面所产生的这个 Echo的效果就非常非常的好 那这个好以后 我们正好我们最近 LARS这地方也 也要透过这个投行性专案 他有一个这个喝好水 吃好食 这个住好居 一个project 来参加总统杯黑客松 那现在也是初选通过了 那后面的话 他要在这个地方 慢慢慢慢再扩大 我们的应用 让我们的资料 透过资料的整合 让台湾所有的河川 能够有数位化 数字化 能够科学化的方式 让我们的河川 能够真正走到智慧 那接下来 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 整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发现 今天在座的公部们 朋友 我们都会碰到几个问题 第一个 做这件事情是很累的 因为很多芝麻蒜皮的小事 很多 这里面牵涉到 智通的训的技术专业之外 另外就是 什么样的资料 要经过内部的检讨 很烦恼 所以那个工作量的增加 是一定的 那另外一个 一定会有个问 什么资料要开放 什么资料不开放 站在我们水利署的立场 我们水利署认为 只要是公务 是用纳税人民的钱 不涉及到国防安全的资料 应该全部开放 那另外呢 有人问你资料的时候 的问题 你要快速回应 那当然最重要就是 很多事情做事 不是靠了一腔热血 我们还是要持续性的 有相关的经费 或是平台的挹注 才有办法 那很高兴 那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在LARS 一有合作之下 LARS他每一次 跟我们一起开会 他都是用共学笔记的方式 所有的投影片 所有的资料 其实都是透明公开的 透过这个方式 我们去分享给大家 也因为这个样子 慢慢慢慢的建立一个什么呢 就是一个信任感 跟信赖感 让我们公私协力 能够真正的走下去 让我们的资料开放 是变成真正的开放资料 好 谢谢 直接换我了 我们就要换位置 要换这个吗 这个 你的是哪一个 LARS 6 好 那我就直接继续了 大家好 我是LARS的哈巴 好 那这是我今天 今天的题目 好 好 那这是 因为后面讲的 就是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 里面都是连结 那这投影片 理论上大家应该都是 可以拿得到 而且已经在LARS公开 我就直接讲这些 我就 那所有的 后面讲的东西 其实我都有把它写下来 所以你直接 之后往这里面看就可以 好 好 好 我想 我想因为本来我们 我就知道说 广资这边 他会把整个LARS跟水利署公司协力的部分 做一个就是概略性的描述 那在那个在还没来还没来之前呢 我有收到这个主办单位这边 给大家的一些 就是 比方向是问卷 问大家在公司协力上面有什么问题 所以我今天要讲的 我就不打算 讲一些高来高去的东西 讲一些就是我们做了多好又多好的东西 简单说我比较直接进入重点 做工的人比较在意重点 就是你到底 简单说就是我们以LARS的角度 以民间的角度 我们在这段的时间内呢 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真实的问题 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不能说他是最好或是最对的方法 但是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那其中的第一段就是 所谓的经验坛 那因为 简单说跟水利 我可以稍微描述一下 就是 我跟广志有认识 然后我就发现说 政府在做公司协力 好像很认真要做公司协力 那我就想说 那LARS空气还做了可以 那我们来做水好了 我就想说 那我们来跟水利署做公司协力 可是其实我本身 没有 不太有公部门交手的经验 其实在空气盒子上面 我们也是做我们的 政府那个时候也不太鳥我们 所以 所以我们其实 我自己本身也没有什么很多 交手的经验 所以 其实我听到公司协力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新名词 那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公司协力 听人家讲 他们也讲不出什么叫做公司协力 所以我就想很简单 公司协力 公跟私嘛 以私这里的角度我认为是社群嘛 公跟私要协力 协力就是合作嘛 那所有任何一件事情 任何一件麻烦的事情呢 你想要推进就一定要开会 持续的开会 不二法门 不管 我在企业界二十年 你只要一个困难的问题 没有办法在一次会议解决的问题 就是困难的问题 那困难的问题就是要持续的开会 所以对我的理解公司协力很简单 就是持续的开会而已 所以我就跟水利署说 好啦那我们就来开会啊 那这里的经验坛 对我就是应该是这么讲 我会把这后面的十几分钟 我会把这中间很多的经验跟问题 都提出来 给大家了解 因为其实很琐碎 然后在参考资料里面也都有 所以其实我不会什么都讲 我就是某些地方重要的提出来讲一讲 比方说好了一开始 我跟他讲说那我们来开会 水利署的同仁就问我说 那我们到底我们的计划是什么 我们要做多少 我们要准备什么 我们要投入多少资源 我只跟他讲说 没有这么复杂 第一次开会你觉得要来就好了 不要想那么多 第一次开会我们开这些主题 你要不要来 你觉得你要来就好了 所以我就一句话就带过去了 不会跟你讲那么复杂的 你要开会 你第一次开会你愿意来就好了 每一次开会你愿意来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这里写的 公司协力 初期的时候怎么确认要投入多少资源 要做什么事 跟水利署开始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来开会第一次愿意来就好了 好 那 那于是我们就进到要第一次开会了 那第一次开会呢 其实Lars的公司协力 他的开会是全公开的 就是会议 他 谁要来是所有人都可以来的 什么议题要谈 只要社群提出的议题也都可以谈 好 那谁可以来有报名就可以来 好 那最后会议记录呢 要全公开 好 那其实他 他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你在我的其他的文件里面 你会看到Lars的公司协力模式 他有一个固定的模式 简单来讲他就是全开放 好 那 再来是 好 那 那 可能后面就会有 好 那你 你刚开了第一次 好 终于把这些模式建起来开了第一次 然后你慢慢的就会去 你第一次要谈什么 好 谈了一些 好 那你第二次要谈什么 其实我们每一次开完会的隔一阵子 我们就会去 我们就会讨论 我们下一次要开什么 好 好那再讲到公司协力好了 你可能会慢慢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有一个会 他的议题是谁都可以来提的 对 Lars的公司协力议题就是所有人都可以来提的 好 那 那你就会想那坏人来怎么办 坏人来呢 所以Lars的公司协力是实名制的 你要报名 你一定是实名 你不能 莫名其妙就可以来 好那社群随便什么提议都可以来吗 基本上是的 但是你必须在社群 公开去提出你有这个议题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会前会 也是全社群的人都可以来参加 你必须在上面表达说我要讨论的是这个议题 好那那再讲到什么叫协力好了 对我来的理解 协力就是合作 合作呢 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我不想跟你合作 我们就不会合作 所以比方说有人要来抗争 他是进不了这里的 因为我们的公司协力的一个基本的条件 会议要谈什么是公跟师都要同意的 公不同意就不用谈了 师不同意也不用谈 所以你如果有一个要来闹的 没有人会同意的 你一个要来抗争的 公可能现在不想理你 他就不会谈了 那师就是师的 公如果不止 师也很大 公如果跟你讲说我想谈这个 我可以跟他回说我不想谈 不想谈就不要谈 好不好 不想谈的东西是不可能协力的 所以光这个公司协力四个字 他就是一个很很重要的东西 他其实是要协力的 因为照这样讲下去我会讲不完 我就先跳下一页 提醒大家是说这些所有东西在文件里面 这里看到很多问题 在我的文件里面都有答案 你可以再看 那我就稍微跳一下 要后面会讲不完 好 那这一段是Q&A啦 比方说好了 我们的会议里面所有东西 会前要给通讯录 他们的报名的通讯录在会前 就会给每一个人 因为呢我不希望来与会的人呢 还要浪费时间换名片 还要干嘛 你之前来之前 其实你就知道有谁会来 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每一个人的通讯方式 还有像我们的会议里面呢 投影片是全公开的 最后开放的人就是这样的 你投影片不公开还谈什么议题 你议题后面要追踪啊 你后面不给人家投影片要怎么谈 而且我们会议也很硬 我们的会议是要求 所有来 议题来他都会提供5分钟 他都会讲5分钟 然后在议题开会议开始前呢 这些投影片都已经要上传公开 而且我们的预设要求是 所有与会的人要把 付的投影片在来之前就看过 这我觉得 不知道我们在7月就这么搞的 就是你一个会议来 你如果不准备那你来干什么 那所以呢 你会议之前就要投影片 然后投影片就要看 然后你来 你就可以直接谈重点嘛 那会议就我们 我不知道我业界20年了 对我的理解 会议来不是给你谈事情的 会议是给你来结论的 你只要能结论 不谈都没有关系 所以呢 你就是要尽可能的把结论做出来 而不是尽可能的花时间去谈 那这些都是一些基本的原则 那比方说有一题可能 大家可能会比较有兴趣 就是公私协力单位这么多 会议记录要怎么写 我们应该是社群嘛 所以我们也有共笔 所有人都要进去共笔 你自己要写什么 你就写什么 那会议记录 会议的最后 像我如果在主持会议的话 会议最后10分钟呢 就是review会议记录 你爱怎么写你随便写 反正我们会有一个review的过程 能确认 确认的就是了 所以通常我离开会议之前 我会议记录已经写好了 因为大部分人要写的东西都写进去 这个在这么多人参与的时候 会非常复杂 你光会议记录传来传去 你确认我确认 就可以搞死你了 但是在那是不会的 反正我时间到我就 我就一个版本出就是结论了 你爱改不改随便你 好 这个公部门可能遇到阻碍是 是我在来之前他们就说 你有给 有给与会的人 填了一个问卷 所以我就其实 我试着去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那这个我来看一下 比方说 这个我不知道怎么讲起 就是比方说不清楚开放 开放民众参与的好处跟细节 那就是我在讲这一段 开放民众的好处 第一件事情 民众参与的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找对的公民团体来 你找错的你就完蛋了 那这是先决条件 所以像比方说我们来 LARS与会的所有公民团体 或者所有的环团 我给他的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就是建议说 你要是要来吵架 你就不用来了 你不缺吵架的管道 你缺的是一个可以合作的管道 今天唯一的一个合作的管道 你来就给我好好合作 要不然你就不要来了 这个是LARS 我其实也蛮凶的 LARS我们开会就这样 你要来就是来合作 不合作你不用来 天下那么大 不缺这个地方 好 那如果像比方说 像LARS在合作的时候 我们就会沟通嘛 我们会把民众知道的 认为的 我告诉你嘛 我觉得我在跟公部门学历的时候 我发现有一件事情 就是公部门其实有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民众在想什么 他以为是这样 但实际上民众不以为是这样 那这就很可惜 有好心 没有不能做好事 所以民众关心的东西 要好好的沟通 然后呢 你如果对LARS的角度来说 你如果我们诉求的东西 我看到你的改变 我就会帮你宣传 因为这是将心比心 这是同理心的概念 你跟我合作 难道 这些公部门没有KPI 还要跟你忙吗 他也有差点KPI完成 那我们社团 我们民众 能够给人家的帮助 给人家的KPI 你要给人家 所以像社团会帮你帮忙 会帮你推广 会帮你说你做得很棒 如果你真的做得很棒 他就会说你做得很棒 如果你做得不棒 他就是照样干掉你 那就是我们就基本上就是这样 那这个是民众的参与的好处 那开放资料后面有一段 我就先不讲 哪些业务可以找民众参与 这个是个很难的问题 我个人的理解呢 开放资料是一个 可以找民众参与的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开放资料 是一个不花成本的东西 你有释出去讨论去弄 他就不花成本嘛 可是你其他比方说我跟水利署好 你跟他讲说我们这里建个什么东西 那明年有标案再说嘛 就算他同意也没有用嘛 所以你要找一个那种 比较没有成本的 开放资料其实就是一个东西 然后比方说你这里有一个问题 是跨部会不容易连结 我个人认为呢 合作都是从小事做起 你那种大事情呢 那有大老板什么 什么专案去处理 你根本 目前的重点不在这里 目前的重点是 你应该要一直去找一些小事来解决 小事解决了问题就不会那么大 然后你应该要建立常态沟通的管道 比方说像Lars跟水利署好了 我们每个月开会 他就是一个常态的沟通管道嘛 那这个也是蛮重要的 我只剩5分钟了 好 今天演讲还有一个主题 就是资料开放还是开放资料 简单来讲 资料开放就是你开放的 但是他其实不能用 这叫做资料开放 对我来讲 什么叫做开放资料 能用的资料就是开放资料 就这么简单 好 那我这里就开始列 我这里就列说政府 我从我们从民众的角度 从社团的角度 政府的开放资料 目前有这些问题 我先从小的来 单一个资料你可能 比方说他 他是放在网路上的 放在web的 不是open data这种形态 给机器不友善的 给栏位 在这里右下角 给栏位 给了一大堆栏位 但是只有你自己知道在干什么的 栏位写得很清楚 水利署没有单位的 这种都是 其实都是不合格的开放资料 那再来就是到了第一个部门 其实我跟水利署 遇到的第一件事情呢 是民众不知道政府 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政府各个部门分工很细 那是民众只知道 有叫一个叫政府 他认为他是一个政府 他不知道那么细 所以我跟水利署协力 第一件事情 我就是不知道水利署在干什么 那我也不知道你的职长在干什么 然后政府的网站很奇怪 政府的网站一定有 首长是谁 什么东西是谁 但是他绝对不会跟你讲 他的职长是谁 而且他绝对不会用民众 可以懂的方法 告诉你他的职长是谁 所以民众绝对不知道 某一个政府部门在干什么 我保证你自己这个政府部门 也不知道隔壁那个政府部门 在干什么 就是简单第一件事情就是 但是没有人知道你这个部门在干什么 你释出那么多资料 人家怎么知道 这些资料是什么意思 也就是这里在讲的 你部门释出的资料 要有一个整体性 所以我们那时候跟水利署协力 我们做了一个两页的 两页的概念 水利署就是做这些事情 他就是有这些开放资料 在这件事情讲的里面就是水利署做的 在这件事情讲的 就不是水利署做的 两页图像式的东西 它是在讲一种整体性 然后再来是 通常工部门的开放资料里面 没有总表 也没有架构说明 你没有总表没有架构说明 或者总表里面300 300笔500笔 你是要教人家怎么看 那这些都是很基本的东西 但是工部门的单一个部门 他们都会忘记这件事情 然后还有其实我们很常 我光用那个data.ow.tw 我光反馈的 我碰了一个开放资料 发现有问题 我就给他 开放这个 国发会这个网站很高级 他的反馈非常有效 所以我很喜欢他们的 很喜欢他们这种反馈机制 我只要一碰到资料有问题 我就反馈给他 然后呢 在这么一两年来的里面呢 我反馈大概快要有十笔吧 就是也不到 也不到碰到什么就坏什么了 但是就是很明显很多问题 所以我的理解是 政府部门他很容易得不到公民的反馈 因为你根本没有提供反馈的方式 你没有在网站告诉他 你要怎么反馈给我 那更不要说民众看到也不敢 不敢去反馈啦 那要不是国发会那个很 机制真的 真的鸟你 我们也不会去跟你这样搞 国发会那个机制真的很厉害 但是以政府整个整体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开放资料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 而且你不知道你找不到 当你想到一个东西你去找 花了半个小时 你找不到 你还不能知道你到底有没有 找不到不重要 没有就跟我说没有嘛 我花了半个小时 我还是不知道他有没有 然后呢 我有很多经验是隔了半年之后 我发现他原来有啊 这是要干嘛啊 这很多啦 然后国发会里面有4万多笔 你不要怀疑我4万多笔去分析过 国发会里面有4万多笔 但比方说跟水利署学历的时候 水利署有些东西也没放进国发会里面 好不好 就是 这就是这样就是 反正他就是找不到也不确定没有 然后 然后更重要是他没有整体性的说明 靠腰我只剩1分钟了 如果是开放资料 这就是这种好的开放资料 其实开放物料很简单啊 你的目标很简单 你想了解的事情能够了解 可以做分析 可以做政策 你也可以写成应用 做得好的时候就可以拿来赚钱 这就是开放资料 你的资料水准不到这里 他都不叫开放资料 那只叫资料开放而已 我好像只是故意要回应主题而已 如何推动开放资料 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开放资料 对我来说开放资料是一个两角策略 政府开放民众用 民众觉得不够用政府再开放 但问题是我们现在的现状 我要说我们政府真的太棒了 我们现在的状态 在我从民间的角度来看 政府资料跟海一样多啊 但民众不用啊 所以这是民众的问题 我必须要讲一下 我不是说在这个场子是公部门来 所以我就骂民众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民众真的不太用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他们不试货 那我觉得也是习惯使然 那当然人家最后他都会跟你挨 你的资料省级不够 水准不够 我怎么用 那你商业 政府常会觉得说 我做了那么多资料 我要商业化 商业化 那推不动 或者是人家不愿意钱 但是我又希望商业化 商业化是对的 但是你要满足商业化的基本条件 商业化的基本条件 就是我如果是一个公司 我跟你买资料 你稳定性你要保证啊 你今天当掉了 当场要修好 或者你要马上支援我啊 我不可能去卖一个东西 还要跟客户讲说 万一有政府一天没给我当掉 我不赔你钱吗 我当然要赔客户钱啊 但是我赔客户钱的时候 你说政府赔我钱吗 那你政府如果不能做到 这种稳定性的保证 跟及时性的资源 你跟人家谈什么商业应用 这就是我说的他等级不够 那我是很 我是当然希望 能够 资料要能够有价 要使用者付费 这我都 这我很愿意 很了解 也很支持 但有些东西是要做到的 那我讲一个比较关键的 在我跟哲利署合作的过程 就是简单讲你自己单一个部门 你要去提升你的资料品质 那你要怎么提升资料品质 我个人的认为呢 是你应该找一个架构师 去分析你整个部门的资料 缺什么漏什么 该补什么 哪个有问题 你要自己知道有问题 然后呢 你想办法叫那个架构师呢 去想一些可能的应用 他目的不是说我要开个这样的案子 而是你要从你想要用这样的应用 再回来检视你的资料 是不是可行的 那我认为现在政府 很多时候他都会希望说 这资料开放了 是不是很多应用可以起来 那我政府是不是可以少投点资源 这个是好的 这是对的 但就我跟水利署合作的经验 当我了解了很多之后 我就开始去想应用 结果发现我什么应用都做不出来 这就是等级不够 你不要去想说人家为什么资料起不来 你资料对了 人家就会起来 你资料如果不对 应用就是起不来 那这就是我们跟水利署开放的时候 诶 时间到了 打一下广告 这是LARS在开放资料的贡献 刚才讲的三合事件簿 在这里面只有一笔 但是在LARS里面有这么多笔 那资料有分好几种 就是你只是开源开放 还是你做的是资料融合 你提不提供API 提不提供APP 产不产生新资料 这都是他的特性 我讲一下三合事件簿好了 三合事件簿是一个open source的 他做很多资料来源的整合 他自己本身释出API 他自己是APP可以给他用 他自己收集了好几年的资料 也变成一种新的资料让人家用 这种就叫高级的open source project 三合事件簿是一个 指报在哪里是一个 四元地图是我们现在总统杯正在进行的 全部都是来自同一个作者 就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吧 这个是我们总统杯的不讲了 就是支持一下我们总统杯好不好 好我讲完了 谢谢大家 好了 谢谢两位的这个案例分享 我们在slido上面也已经有六个问题在上面了 那提醒在另外一边远端的各位伙伴 就是赶快点进slido里头看一下有没有你想问的问题 没有的话赶快问 如果有人问出你想要的问题 赶快点个赞 我们让重要的问题赶快浮起来 那目前现在点赞数最高的问题 应该是要 要问我们这个水利署 那他这边有提到说 有一个在公门服务的同仁提到 他的长官似乎比较在乎他的退休生活 对他们而言不做不错 无灾无奈永保安康 那虽然说有想要做突破的这个同仁 但是看到长官没脑 脑袋僵化又没肩膀 是公部门蜕变的最大阻力 因此想问一下我们水利署的伙伴 你是怎么跟长官沟通的 那如果没有lars的话 这件事情还有成功的机会吗 那他们如何推荐其他的伙伴 在他们的公部门对应的lars 要怎么找到这样子的协力伙伴 你讲话 你提的问题怎么那么辣 这是上面的提问 我只是待会念出来 很好很好 我觉得真的是 其实真的一个单位要找到有心人 其实不是那么简单 那通常这个推动的 一般都是在资讯室 那水利署的资讯室 跟一般的资讯室比较不一样 那我们水利署有个特色 我们是总工程师下面有五位副总工程师 五位副总工程师呢 他其实就是负责相关主事之间业务的资料 资料彼此之间的合纵联合一个对应 所以像我我督导是这个资讯室 那也因为我自己本身我在学历署里面 我有很长年的这个工作经验 我有换了很多经验 所以很抱歉跟你跟你分享一下 我也是已老卖老 可是我的已老卖老就是说 我有能力可以帮我的同仁去做向上的行销 然后向下的整合 所以在我这个地方也是因为这个样子 长官信任我 让我去领导这样一个厅去做突破 所以我才会去找到LARS 那我怎么找到LARS呢 其实很偶然 所谓的偶然就是说 我们自己要走出去 我们去参加各式各样的外面的一些研讨会议 那民生公共物业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 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活动 在那个活动里面认识了他刚刚讲的三合事件部的作者 三合事件部就找到LARS一起来这地方 我们就直接在那边就是互动 互动完了就跟他讲说 你们现在是空气盒子 直报搞得那么响 那水利署我们现在水的问题那么大 我们是不是也搞一个水的 所以他们也同意了 所以我们就搞了一个水盒子 从这个水盒子里面刚开始一回声二回首 当然问题很多 不过最重要就是其实上面一定要有一个督导的长官 去帮你们去做中间的传议者 透过这样中间传议者去在经费上 在这个相关业务的报告上面来去支持 才有办法去获得成功 不然的话其实推这件事情是很难的 确实是很难的 谢谢你 谢谢 好来 谢谢我们这边水利署的同仁回应 我想他应该一次就回应掉两个问题了吧 因为第二个赞比较多的 也是提到说水利署的这个公司协力 看起来不是单一人员可以发起的 我想刚才我们有听到说这个向上整合 向下宣传 所以我想刚谢谢第一个的回应 大概就解决掉我们两个问题了 那接下来这一题呢 我想应该是要邀请哈巴来回答了 就是非常认同公司之间开放资料 跟资料使用的落差 刚才哈巴也有提到说 民间其实是不太使用率不高 所以如何促进民间对资料的使用 或是如何提升民众对这方面的意识 不要让公部门的付出 变成一种没有KPI 反而浪费掉了 来我们请哈巴 其实Loss现在在做的东西就是这件事 我自己的方法认为 你不太可能一直去跟他宣传说 这个可以是什么用 我觉得你必须要用一个 就是简单讲以Loss的模式 就是我们用给你看 我们自己去赏出应用 试出东西 然后把应用做给你看 或者去发想一些可以这样做 可以这样做 然后其实人民是很聪明的 而且很会抄的 就是说他看过了你这个东西 他自己就会知道他想做什么了 所以简单来讲呢 你必须要有一个人 或者是有一个社团 或者有一个专案 在前面做给大家看 那我其实会很建议工部门呢 去培养 培养那个开放专案 甚至你自己投入一点经费 去做一些开放专案 因为开放专案 他的效益非常大 他的 他就是会被更多人用 而且他比较有永续性 所以呢 你就想嘛 如果 应该说水利署有 有LAS这样的专案 他其实就很省事了 他的所有应用什么 都会有人去弄弄弄 然后有更多人看到 所以其实像那个时候 LAS在推水的时候 民生共互无聊 那个时候就一大堆水的专案 就是 资讯人员没有那么强啊 他不会什么事情都能够自己搞定的 但是呢 有人又说这个可以做 那个可以做那个做 又有范例程式 又有程式嘛 又有干嘛干嘛干嘛 那他不会拿来抄 拿去去用吗 那你的应用就会起来啊 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去建构一个种子 万一有像LAS这么天才 这么呆的呢 你就要把握住 然后把它长起来 那你有一个种子长起来 慢慢他就是一棵大树了 一大堆人就会照着用 我觉得是这样子 好 谢谢哈爸的分享 我想哈爸刚才那个简报 后面还有一些东西 我想事后的学员 都可以拿到简报档 可以再去看一下 包含这个总统杯的这个开放政府 还有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 那接下来这一题呢 应该还要请我们的这个水利署同仁 来回应一下 感觉您已经对开放资料的定义 和民间社群都相当熟悉了 是过去已经参与了很久吗 或是有什么样的环境契机 才开始这些互动 其实刚刚我们头影片有讲 其实跟LARS合作是在去年的6月2号 其实也不过才一年多 一年多 不过最重要的是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也是借力死力了 因为都知道 其实那个open data 我们有个民间组织 然后当时现在目前政府 也非常重视就是开放政府 一切都是要开放资料 所以我们在不管是经济部 各副属各所属机关 我们都也坚持就是说 我们将来要创造的是数位经济 资料经济 所以我们对于推动这个资讯公开 还有这个开放资料 其实这个是在政策上一直要我们去做 可是做这件事我们就发现 资料那么多 刚刚Hama讲了 资料那么多 问题是谁会用 谁会用 那我们就要想办法 就是说 你总是要跟一些 一些这个社会环境上面 大家现在目前关注的议题上 要去做一个接轨 这样才有办法把这件事情 能够透过借力死力的方式来去做成 所以正好 因为最近这几年 因为我们有个前单基础建设 这个水环境计划 不缺水不淹水喝好水清净水 这个东西 大家有正向的回馈 有反向的回馈 不管怎么样 这件事情其实就是 充分凸显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社会大众 对于我们的水环境 是非常非常高度关心的 那我就抓住这个议题跟趋势 我们把我们的资料 去透过LARS一起合作 我们就可以把它促成 在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 跟各位分享 在行政院我们有推动 向山致敬 向海致敬 那向海致敬 那向海致敬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额外的工作 所谓向海致敬 简单来讲 各位 就是把海边 所有的这个社会 就是民众最常去的海边 所有的垃圾 我们随时每个月 我们都要清一遍 那清这件东西 过去我们就是 像我上次跟哈爸讲 我们刚开始只是做统计资料 我清了几袋垃圾 什么什么 做一些分类 可是呢 这东西你只是看到是数据 那数据对于我们台湾里面 那我们关心的是说 这个垃圾是从哪来的 可能有些是从河川来的 有些是从海漂过来的 那有没有办法 透过什么方式 让它整体的呈现出一个变化趋势 结果后来哈爸就跟我们讲 他找台大去搞了一个QGIS QGIS的方式 就把我们的资料 还有环保署的资料 其他资料 透过QGIS的方式 把它整合起来 整合起来之后 我们不只是有统计的一个呈现 那你也可以资料 什么样的垃圾 什么样的垃圾分类 它是透过什么样的途径 去给它去做这样的一个散布 像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一种契机 让我们这个议题 透过这种合作 可以赶快去做成一个更好的 一个放大效果 是这样 好谢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看后面三题 大概没有办法都问完 我们先问最多人点赞的这一题 那这一题我看大概都要 请两位给我们回应一下 简单来说 你们带来这个公司协力的案例 其实鼓舞了很多人 但是每个人的业务不同 政府的业务也是有非常多元的 所以有办法复制到其他领域吗 那在复制你们的案例模式的时候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又或者说你们认为 这样的模式就可以打造开放政府 那促使复制的动力可能是什么 那就是我们请讲者 最后两位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馈和小结 我讲一下 以LARS的公司协力模式 我个人是很希望能够复制到其他的地方 那在公司协力的过程里面 从一开始LARS公司协力模式 到投钱期专案到目前总统杯专案 目前总统杯专案做的是 投钱期的流域治理 那这种公司协力的方式 确认这种公司协力的方式是有效的 他也希望复制到所有的流域 所以他其实也是在复制 我们做开放的人呢 我们希望我们做的东西是被人家使用的 不管是我的模式 我的文件 还是我们的我们的程式码 还是我们的方法 我们都希望人家可以复制 那在复制我自己以前想过 我的投影片里面也有 简单讲呢 复制如果我的东西都开放了 你如果学得走 你赶快自己学走 你就可以复制了 如果你学不来 我可以帮助你 有一些情况就是 我可以教你 我可以陪你 能够让你们可以起来 这种也是一种方式 其实说就是 你只要想复制 我们就是有办法合作 有办法告诉你 关键在哪里 怎么启动这些东西 那就算我把 我其实有把东西写出来 甚至也有演讲这个东西 但实际上呢 它是一个非常客制化的过程 你哪一个部门 你有什么样的社群 大家关心什么主题 其实是很难 就是SOP化 但是我觉得重点就是 你尝试去做第一个 然后慢慢就会起来 然后后面其实有些问题 比较像是说 这个好像要做很久 可是你想想看 那LUS跟水利鼠开始协力 从去年到现在 其实只有一年 我们做了这么多东西 好像搞了很多事 最后又弄了头巾 那又怎么样 然后又到总航杯 同学只有一年 在开放的世界里面 在现代或者资讯的世界里面 速度是非常快的 甚至我现在也不知道 我总航杯 最后11月的时候 我们会做到什么模式 我也不知道 所以不用担心 就往前走 事情自然就会开展开来 OK 谢谢哈爸 Just do it OK 我们这边 我们就是跟他合作 其实工部门 就要撇出工部门 招包在上的心态 其实就是跟私部门合作 那私部门合作 最重要就是要有誘因 所以我们就参加总统杯 因为从总统杯里面 好水 好食 好居 这三个部分 就是跟我们日常生活行情相关 透过这个部分 总统杯 只要成功之后 我们后续就有很多的 富士的机会 所以我们就是 以合作 来一起组团 竞赛 对啊 托贤西 刘毅治理 总统杯 我们还缺什么 农水鼠啊 还缺 还缺什么 环保啊 环袍鼠啊 还有很多啊 大家一起来啊 只要是在这块区域里面的 所有单位 都可以一起来啊 欢迎 你就赶快啊 好的 好的 非常谢谢我们的 广志副总以及我们的哈爸 带来这样的一个案例 有这个案例 我相信 我们现场其实也可以感觉到 这个兴奋的期待啊 老实讲我们每个人都要纳税 那这个政府拿了我们的税收 说有没有推出一个更好的政策 我们需要的政策 或者是有感的政策 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直要促使 开放政府 然后公司协力 因为终究我们要一起生活 在这个社会环境中 所以有很多的诅咒 或者对抗 或是对立 但不如我们开启对话 然后携手 开始合作 再次感谢我们的广志副总 以及我们的哈爸 到我们的现场 谢谢 谢谢大家